新生大会,算得上无数新生在进入北苍宁院之后所要接受的第一场真正的竞争。 在这场竞争当中,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优秀少年少女们,会开始有着更优秀的人,从中展露头角,露出锋芒,并且开始一点点的散发着光芒,最终在北苍宁院变得耀眼起来。 而对于新生大会,即便是北苍宁院也颇为重视,甚至连北苍宁院的那些老生都会闻风而来,他们同样想要看看这一届的新生会有多么的厉害,会不会有人能直接对他们这些老生造成威胁。 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那些能够在新生大会上脱颖而出的新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以后,实力都是能够突飞猛进,甚至敢超他们这些老生,在北苍宁院的精英层次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且那天榜排名靠前的猛人,除了极少数的特例,几乎所有人在他们曾经的那一届新生大会的时候,都是格外的耀眼。 所以,他们也想借此来看看,这些未来能够成为北苍宁院中不可小觑的猛人的新人,究竟是哪些家伙? 而正因为这些种种,当新生大会即将来临的时候,有关与此的消息,已经开始在北苍宁院传播开来,不少的老生都是对这一届的新生投去关注的目光。 在这种关注下,有关那些格外优秀的新生的信息,也是被很多老生所知晓,类似杨红、木葵、冰青、洛梨等顶尖之流,显然是吸引了最多的目光。 当然,这其中最受瞩目的无疑还是洛梨和冰青,毕竟不管在哪里,漂亮的女孩总是容易吸引着注意。 洛梨不论是容颜还是气质,都当属绝佳,她那精致的小脸蛋,即便是在这种年龄,已经有些成为祸水般的迹象。 这让人难以想象,当女孩真正懂得散发着那惊人魅力的时候,将会是如何的颠倒众生? 或许红颜或水不外如是。 冰青或许容颜不及落离出色,但气质也是相当的独特,冰蓝色的长发以及修长的娇躯也是格外的出色的。 而他们四个显然最让那些老生看重的,因为能够在进入北苍灵院的时候,就已经达到容天静的心声,都绝对不会是简单的抉择。 这些人注定将会成为北苍灵院当中厉害的人物,而再除了他们四人之外,牧尘的名字也是出现在了一些老生的嘴里。 而这种出现,大多都是归结到当日和莫伦的美战了。 虽说,莫伦在北苍灵院老生当中并不能算作出色,但是无论如何也拥有着容天静的实力。 牧尘能够凭借着神魄静的实力就将其打败,这一点值得很多人为之惊诧。 显然,很多人都把它看成了这次新生大会当中的一匹黑马,不过至于这匹黑马究竟是否能够撼动杨红他们这种真正的顶尖的新生,就得看接下来的那场新生大会了。 这一次的新生大会倒是有些看头啊。 而随着新生大会的临近,所有的新生都是在尽可能的修炼提升着实力。 他们费尽一切的手段,让着自己在新生大会开始之前变得更强一些。 那种紧迫的修炼气氛,笼罩着所有的新生区,甚至连牧尘他们所在的这片新生区也是修炼气氛浓郁。 到处都是能够见到盘坐修炼或者彼此切磋的身影,而在这片新生区的中央,有着一片清澈的湖泊。 而此时,湖泊周围竟是围满了身影,他们一个个睁大着眼睛,好奇地望着那湖泊之中。 在那波光凛凛的湖面上,两道身影踏水而立,那少年身躯纠长,俊逸的面旁在淡淡的阳光照耀下,有着柔和的光湖。 在其对面,黑色衣裙的少女平平欲立,柔顺的长发犹如瀑布般的倾泻下来,琉璃般的眸子比这清澈的湖泊更为透彻以及吸引人的目光。 这两个人,自然便是牧尘和洛黎,而眼下这模样,他们显然要切磋动手,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新生大会,他们同样是需要加紧提升实力,而切磋则是一个不错的法子。 在湖泊周围,众多新生好奇地张望着,他们胸口处有着一枚相同的徽章,徽章上头有着一道黑裙少女的图纹,在那少女身旁身材修长的少年,微微笑着,模样俊逸而阳光。 这是洛神会的徽章,显然这里的人都是洛神会的成员。 我大度,一定是洛黎大姐赢,木哥可不是简单人物,想赢怕也没那么容易。 你们是没见过洛黎大姐真正出手的时候,我觉得这次的新生大会,洛黎大姐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生敌人。 在那湖泊周围,传出众多的窃窃私语声,不少人眼中都不满着期待,眼前的两个人几乎算是如今新生当中最为优秀的,他们的切磋必然会很精彩。 在众人紧盯着湖泊当中而窃窃私语的时候,那湖面上头,牧尘的双目突然微眠,一圈水波连衣陡然自其脚下蔓延而开,而他的身形则是在此时化为一道光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带起一条水线,快落闪电般的直奔落离而去。 人未至,牧尘的双指已是化为金光,一道数十丈长的灵力金光,陡然自指尖喷射而出,一个呼吸间,已是临近了洛黎的面前。 不过,就在那灵力金光即将射中洛黎的时候,洛黎的唇角也是微微翘起来,山前的水面走然爆炸开来,一道水柱冲天而起,急速的水流在灵力的涌荡下宛如一面水盾,抵挡在了他的面前。 金光射进水墓当中,疯狂的伸缩延长着,不过就在即将突破水墓的时候,却是彻底的凝固下来,然后金光散去,其中所蕴含的灵力被那水墓生生的搅碎而去。 刹,就在那灵力金光被抵御之时,一道人影已经犹如鬼魅般的掠近,五指紧握成拳,没有丝毫犹豫,一拳轰出去。 四道森罗死印凝聚浮现。 痛,四道森罗死印以一种极为霸道的姿态冲进了水墓当中,狂暴无比的霸道灵力瞬间震碎那片水墓。 水气剑射,重叠在一起的霸道灵力冲击,也是直接对着水墓之后的洛梨席卷而去。 洛梨望着那撕裂水墓狂暴而来的黑色灵力冲击,她的修长御手伸出去轻轻的一旋,只见到湛蓝色的灵力在此时犹如潮水般的涌出来, 竟是在她的御手之下飞快地化为了一道湛蓝色的灵力的漩涡。 漩涡高速地旋转着,周遭天地灵气纷纷涌来,让那湛蓝色的水旋愈发的惊盈,一种奇特的波动散发出来。 哄,四道霸道的森罗死印所形成的冲击狠狠地轰击在那湛蓝色的水旋上, 只见到那灵力漩涡疯狂的旋传,竟是直接把那来自森罗死印的冲击生生地消融化解。 森罗死印霸道,那湛蓝灵力漩涡却是柔和无比,犹如绕纸柔一般,看似脆弱, 但是却缠缠绕绕,令那森罗死印所形成的霸道冲击都尽数地被其化解。 一种高明的已柔刻纲,牧尘望着那在湛蓝水旋中愈发微弱的黑色灵力,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惊异之色, 洛林的手段相当的奇异。 而就在牧尘对此有所惊讶的时候,那湛蓝色的灵力漩涡突然一对,雄浑异常的灵力席卷而出, 原本柔和的漩涡仿佛在此时露出了一些阵容,夹杂着犹如海兽咆哮的声音, 一重重地对着牧尘的胸膛冲击而去。 牧尘眼芒一闪,身体表面便有着黑芒涌动,隐隐地化为一座黑色光塔之形。 重重灵力冲击,撞击在那黑色光塔上头,爆发出清脆之声, 也是在那光塔上震出道道涟漪波动。 碰,两人所处的湖面爆炸开来,漫天水柱冲天而起,然后化为磅礴大雨, 倾泻下来,让那视线都有些模糊下来。 雨滴划过眼前,落离郊区突然一动,御手一握,黑色长剑滑落在手, 她的郊区闪略而出,那带着剑柄的黑色长剑便是穿透雨幕, 快若闪电般的,停在了前方那道人影的咽喉处。 漫天的雨滴也是尽数落下,视线再度恢复清明。 落离笑隐隐地望着眼前的牧尘, 她的长剑停在牧尘的胸前。 我好像赢了,落离笑着,仰仰手中的剑, 牧尘也是一笑,然后手掌抬起来,缓缓地摊开, 一缕银色的发丝在落离威厄的目光当中出现在了她的掌心。 湖泊周围,也是在此时爆发出了阵阵喝彩声。 两人的交手,电光火石,却暗中有着凶险浮动。 若先前是真正交手的话,落离的长剑不会停, 而牧尘取走的也不只是一缕戴着幽香的长发。 眼前的少年少女优秀地让他们崇拜, 真是不知道当他们真正放开一切彻彻底底地施展手段的时候, 那又该会是何等惊人的一幕。 不过索性,那一天,似乎就要到了。 这是一片犹如仙境般的地方, 天空蔚蓝如镜,白云飘荡, 整个天地间都在飘荡着淡淡的水雾, 那雾气极为的奇特, 飘落下来却是不曾散去, 而是一点点的飘浮着, 随着微风一点点的摆动, 偶尔间也有着奇特而熟悉的波动传出来, 这些漂浮的水雾竟然是天地灵气所化的。 在这仙境般的深处, 山线之中, 一条巨大的瀑布犹如巨龙一般穿越过山峰, 然后笔直地垂落下来, 轰隆隆的巨声回荡在这天地间, 那条瀑布呈现斑斓的色彩, 隐约的有着一些恐怖的波动传出来, 仔细感应, 方才能够察觉到这条瀑布, 竟然也是由灵力所化的。 这一幕, 如果让北苍宁院的那些新生剑道, 怕是被震撼得无以复加, 在这种地方修炼, 恐怕光是那些灵气, 就不是寻常人能够承受得了的。 有些时候, 可并不是灵气越雄浑越好, 这种地方, 一般的学员进入, 恐怕待不了多久的时间, 就会被那种灵气给撑得经脉发胀, 再继续下去, 怕就得直接被灵气给暴体了。 而这个地方, 自然便是北苍灵院中仅有的十座七级巨灵镇最深处, 在那飞落的瀑布下头, 有着一片青涩的巨大岩石突出来, 在那青岩上头, 隐约能够建造一道骄兽的身影, 静静地盘坐, 他的体内有着一股犀利散发出来, 把那些飘荡在天地间的灵气水气, 尽数地吸收进入体内。 淡淡的光湖笼罩在他的身体之外, 仿佛是化为了淡淡的彩虹之芒, 他盘坐在那里, 却是给人一种极为诡异的感觉, 明明肉眼能够看见, 但是在感知中, 他仿佛凭空融入了天地一般, 触摸不着, 视线拉近, 才能够看见那道肖瘦的身影, 身着青衫, 长发披散, 清风吹动着头发, 给人一种仿佛要随风而去一般的奇异之感。 他的面庞格外英俊, 侧脸有些线条感, 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男性魅力。 修炼许久的他, 突然缓缓地睁开眼睛, 他的双目当中仿佛有着绚丽的光彩在涌动着。 好半上以后, 他才轻轻地吐出一团白气, 旋即一吹, 那白气走然间狂暴起来, 其中仿佛是被注入了可怕的灵力, 白光精掠而出, 犹如一道光斩掠过那飞落而下的瀑布, 竟是把那瀑布都是斩断了一顺。 青山青年面色平淡地望着那逐渐复苏的瀑布, 然后抬起头望向远处的天空, 那里有着一道流光飞绿而来, 几个呼吸以后便化作一道身影, 落在了他所处的青年之上。 沈苍生那家伙有消息没有? 那青山青年伸了一个懒腰, 他接了一件天气任务, 又跑出去了, 据我所知, 应该是去追踪九阴踪了, 那些老鼠一样的东西, 杀了我们十多位在北苍大陆上历练的学员, 来人是一名黑青年, 他怂怂肩膀说着, 九阴踪, 青山青年一笑, 虽然是个残破的势力了, 但据说那宗主有着化天境的势力吧, 而且他们擅长隐匿, 袭杀, 这可是集体任务啊, 沈苍生一个人就追杀了过去, 果然是一高人胆大呀, 你怕他解决不了啊, 那黑青年笑着, 那家伙啊也是个怪物, 能把我都压住, 一个九阴踪想要他翻船, 还没了可能呢, 青山青年摇里摇头, 当年的新生大会, 你不过输他一招而已, 有时候一点差距就是鸿高啊, 不过将近一年都没有再和他动手了, 我倒的确有些手痒, 真想试试, 他的审判神诀又强到什么程度了呀, 看来你的天旋神诀也是有突破了呀, 那黑青年有些亚异, 有点进步而已, 最近北塘宁愿又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了, 我似乎都闭关三个月了呢, 那些家伙没什么不安分吧, 啊, 审判团的那些家伙呀, 还是一如既往的霸道, 没办法呀, 谁让沈苍生在他们那里呢, 其他的话都暂时挺安静的, 看来都在权力修炼, 为半年以后的狩猎战做准备呢, 审判团虽然霸道, 不过应该也不至于敢对我们玄邦做什么, 青山青年摆了摆手, 反而是其他那些家伙, 倒是让人有点头疼, 鹤妖那家伙一直试图对我出手, 虽然那家伙只是天榜第四, 但真要动手的话, 苏萱都拦不住他, 只是那家伙喜欢他而已, 所以才没去动他的位置, 所以他就盯上你了, 是啊, 不过也无所谓, 天榜前十的那些家伙, 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个个都是藏着手段, 不过, 我能压他们这么多年, 也没那么容易被取代便是了, 黑青年也是点点头, 对于他这种看似背懒, 但言语间却有着一股自信与霸气, 的态度, 他是没有丝毫质疑的, 不为别的, 就因为眼前这个青年, 正是如今北苍灵院天榜排名第二的超级猛人, 李玄通, 在这北苍灵院当中, 能够压制住他风头的, 也唯有那个变态般的存在了, 对了, 北苍灵院这些的新生倒是来了, 明天就是新生大会, 据说呀, 这次的新生当中, 倒是出现了一些厉害角色, 谁呀, 李玄通依旧挥了挥, 准确的来说呀, 应该是有五个比较厉害的吧, 杨红, 穆奎, 还有穆尘, 这个新生啊, 有些奇特, 他神魄境后期的实力, 就打败了即将跨入容天境中期的莫伦, 如今也是一匹黑马, 另外呢, 还有两个女孩子, 都很出色, 一个是来自冰林族的冰青, 另外一个则是一个叫诺黎的女孩子。